藍牧本師釋迦謀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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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上正聲唯妙法 百天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辭 愿解如来一真十一 我们看课本第二页 秩序这边 秩序的第二页 它这里有三个 两个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第四页 那么在秩序这边 这里讲到整个佛法的一个 大概 说到 说 世尊时代的印度宗教 那么 有所谓的 沙门及婆罗门 这两大 基本上就是宗教有这两大流派 那婆罗门主要是 这个到 在家人的多 那婆罗门也有出家人 那婆罗门出家的基本上是 在这个年纪大以后 因为婆罗门把一生分成四个阶段 那么在晚年他基本上就出家 那所以 但是婆罗门其实也有年轻出家的 他就叫范智 那沙门基本 但是基本上都是在 大概晚年的时候 就去山林里面 就出家去修行 那沙门是 沙门当时是 是反婆罗门的 因为婆罗门讲 种姓制度 而且是要依这个 要伸到 犯天那边去的 但是沙门基本上是 那反对 婆罗门的这个 种姓诱约 的说法 而且也不认为 是 生犯天是唯一的方法 他 强调要解脱的 那沙门有所谓的 六师外道 那么有的强调是没有解脱的 没有因果的 有些是强调是这样的 各种各样的强调 但是他们一致的就是 反对婆罗门 其实主要是这样 好 那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那 他说 所以 应激社教 那因为佛法是在当时的印度 那当时修行的人 主要就是这两大类 叫做沙门 婆罗门 那沙门 还有很多种 那 所以 他说 当时的佛法 就是在那个文化 在那个地区 所以 佛法最重要的就是 叫做 引导 就是你错的 把你引导到对的 不管你是要做什么 那么我们举例讲 当时都有很多婆罗门 他想升天 那 那你想升天 他们 他们的升天方法就是 比如说念仲 或是 宋 宋慈废陀 宋慈明咒 宋慈废陀经 或是 祈祷这个天者 让他可以升天 佛陀就 给他引导 如果你真的想升天 那么不应该是这么做 应该是 你要行十善 布施 慈戒 这个才能升天 慈戒你不会做三二道 那么你在布施 那么行山 那么你可以升天 就是说 如果你讲升天 我告诉你真正的升天方法 那沙门这边多数 是要求解脱的 那么当然也有不求解脱的 因为根本就没有解脱 或是根本就不需要求 因为时间到了就解脱 时间没到你怎么样求也不能解脱 也有这样说法的 那佛陀就跟他们讲 第一个实际上是有解脱的 实际上是有解脱的 所以这个就是四种证件里面 一个叫做有凡有圣 所以我们稍微知道一下 就是说佛陀怎么样应激色教 怎么样告诉当子的沙门 婆罗门 第一个 告诉这些沙门 因为沙门基本上有的是求解脱 用苦行来求解脱 其那教是一个代表 名建子 另外有的认为 有的认为 有解脱 但解脱求不可得 时间到了就解脱 时间不到就不可能解脱 那有些认为解脱是无稽的 就是说 就是说什么时候什么人会解脱 这个是不一定的 那么你修行也没有用的 有些是讲这样子的 那么有些人想根本没有解脱 我这辈子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唯物论的 我们叫做顺势外道 那么 所以有很多种 那佛陀 确认的 就是有凡有圣 是有解脱的 这个其实就是讲 其实有生死有解脱 这个有凡有圣 主要在讲有生死有解脱 这个圣就是解脱的 或是趋向解脱 确定已经趋向解脱的 已经解脱或是 正趋向解脱的 这个就是凡 就是凡夫 是在生死流转中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解脱的 那这个圣 就从四双八变 从出果开始算 到阿罗汉 到四果 当然佛啦 必知佛啊 这些都算 基本上佛就是到阿罗汉 那么这个是圣者 从正出果 确定会解脱 最慢最慢 七次连连完就解脱 那这个是 还在生死中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解脱 不知道 这个就是凡夫 凡夫到圣者之间 有的分的比较低 还有一个贤 就是贤盛 贤味的 那么正在趋向解脱 但还没有真正解脱 那基本上 确定的就是 有凡有胜 有生死 有解脱 那另外要讲的就是 那生死解脱 是谁决定的 是怎么来的 基本上就是 生死解脱 谁应该死 谁应该生死流转 谁应该解脱 是谁决定的 不是上帝决定的 就好像西方人讲上帝 谁应该升天 谁应该下地域 上帝决定的 上帝怎么决定 看你有没有信上帝 看你有没有听上帝的话 那么照上帝的话做 那么上帝让你上升天 上帝让你下地域 那多数的宗教是这么说 中国的宗教也是天决定的 那么但是佛法不这么说 而是业决定的 业决定的 所以就有业有报 这个报就是生死跟解脱 就有业有报 这个就是果报 果报就是三界六道 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 那月跟报 怎么决定 由你的善恶行为来决定 三业就有业报 二业就有业报 所以就有业有业 那为什么有些业没有业报 业没有业报 因为业有三丝 有过去有未来 这里 有过去有未来 所以你看到的业没业报 那是因为他现在三业成熟 你看到二业二报 那是因为他三业成熟 那三业三报 是因为他过去的二业成熟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就变成四种证件 第一个有业有业 第二个有业有报 然后到有过去有未来 第三个就变成有过去有未来 然后第四个就有盘有盛 基本上就是这么说 那都是在解决 我们说佛法他是引导 那当时的三门婆罗门 有求解脱的 有认为没有解脱的 那么犯婆罗门主要 婆罗门认为有解脱 但是解脱就是伸到天上去 伸到犯天那边去 跟犯何而为一 犯何而为一 那个是真正的解脱 所以佛陀根据这两类的 那他告诉他 第一个怎么叫解脱 第二个怎么样得解脱 基本上是这样 那什么是解脱 不是你跟奉偶合一叫解脱 不是 你把有两种 一种就是 你把贪嗔痴都断掉 这个叫解脱 第二种就是 你完全胜得无我 那因为贪嗔痴的痴 基本上就是贪嗔痴禁 叫做涅槃 贪嗔痴是所有烦恼的代表 禁 这个叫做解脱 这个叫做解脱 全部断禁 断禁无语 那贪跟嗔痴是从吃来的 那这个吃最重要的就是我贪 所以你可以说 把我质断掉的 你就决定会解脱 那么或者你把烦恼断禁 但是你把我质断掉的 烦恼一定会断禁 渐渐会断禁 基本上是这样的 所以 见无我得解脱 或是完全见无我得解脱 或是把烦恼断禁得解脱 有没有解脱 有 那什么是解脱 要把烦恼断禁才解脱 那就会牵到 那什么是烦恼 怎么样会生起烦恼 那就讲 火法器就讲这个 他就是引导 引导当时的扎门朋友们 比如说 你犯错了 那犯错 你觉得有罪怎么办 恒合是圣罪 那么在恒合里面 沐浴祈祷 那么 神就赦免你的罪 那 佛法不是这么说 佛法说 你真的 不是谁来赦免你的罪 是你自己示范 一般就是说 你的罪从哪里来 我们要讲这个 要把这个 为什么 我们说佛法最重要的是引导 引导你往正确的方向 所以 释迦牟尼佛是导师 佛是佛陀的简称 他是觉悟者 觉悟者 觉悟真理的人 真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 事间的图事间就是真理 那么 觉悟真理的人 那么这个真理 是什么呢 就是 从事间的真理来讲 就是你讲生死 讲解脱 他就是 比如说 见缘起即见法 那佛陀怎么引导 等着我们再来看 那缘起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生死 一个就是解脱 那生死是什么 有因有缘 世间疾 有因有缘 世间疾 世间就是什么 五蕴世间 凡乎有情世间 他就有生死的现象 有生到死 有因有缘 世间疾 所以说世间是苦 有生死就有苦 这讲的是一样的道理 有因有缘 世间疾 这个呢 有因有缘 世间灭 就是 有因有缘 行前这个世间 那因缘是什么 烦恼跟悦 有烦恼 有悦 有悦 那么行前这个世间 所以你看记者论 有肉因 有肉缘 有肉豹 有肉果 原因果嘛 就是悦 烦恼 悦造成离生死 那什么造成悦呢 烦恼 那烦恼从哪里来的呢 从我见中 我爱中生 就讲这个 那怎么样灭除烦恼呢 一样 无明灭得洗灭 洗灭得世灭 世灭得老死灭 就是这样 好 那么他见到这个真理 他告诉你 所以我们刚才讲 一定 有因有缘世间疾 所以一定有什么 有凡夫 这个凡夫 那这个呢 这个就圣者 就是有凡有圣 那凡生都从哪里啦 因是什么 怎么样造成你生死流转 夜 夜造成你生死流转 这个就是因 那圆呢 那圆就是你在起烦恼 由 因为 夜是有烦恼来 夜是有烦恼来 那烦恼 会再让这个夜成熟 夜成熟 就会怎么样 作爆 就是不断这样 都有因有缘 那么从夜来讲 这个烦恼是因 从生死来讲 这个夜是因 那么你夜 有夜的状态下 你在起烦恼 就会让这个生死很快成熟 就会这样流转 一直流转 所以叫做有因有缘 世间疾 那么你在去除烦恼的状态下 去除这个烦恼 那么你的夜果 就你的这种烦恼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那么你就有可能趋向解脱 你就是 你那个柴火嘛 一直烧一直烧 你把 现在不天才了嘛 那烧完就没有了嘛 就夜寿完就没有了 所以阿罗安 这一生的夜寿完了 他不再成熟其他的夜了 所以他不会再有生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佛陀是觉悟者 觉悟真理 就是觉悟缘起的人 知道你为什么这样 他为什么那样 为什么有生死 为什么可以解脱 他知道这些道理 他告诉你 那么多数的人 多数的人 其他宗教也一样 不管你信宗教不信宗教 你都信你这一生 要离苦得乐嘛 没有人会自寻苦吃啊 离苦得乐 这个是所有宗教 所有宗教都有的 就算你不信宗教 你也是这样 太阳很热 你晒起来很辛苦 你所有的人 不管是 就算一只蚂蚁 所有的人 黑人白人 他都会躲避那个很刺热 晒到很痛苦的太阳 怎么样 到树下里面去 这个火烤得很热 你一定怎么样 你一定离开 离开到不会那么热 很冷你一定找办法 但自己不那么苦 都是离苦得乐 道家叫做逢凶化吉啊 一定都是这样 好 可是这个苦跟热都是果报 他有他 一定要如此 不得不如此的缘缘 那 你如果这个 你如果这个 你没有看清楚 那么你的方式就错了 那比如说 你如果认为 我的苦跟热 是由上帝决定的 那么你最 你最主要的就是 祈求上帝 为什么 上帝决定你的苦乐嘛 所以你的方法 你要免去苦 得到热 那么你就是祈求上帝 只能有这样 就好像你的灵用钱 是你爸爸妈妈给你的 那 那你得到灵用钱 得到很多灵用钱的方法就是 好好的 你的爸爸妈妈嘛 不然怎么办 做家事来干嘛 你很乖的 他给你 那但是佛法讲 你的苦乐 其实是自己决定的 所以 你不能够 藉由祈祷而升天 你也不能够 你也没办法 藉由恒合的水 来灭去你的罪 那么你的罪 是由你的心 恶心 造恶月产生的 所以你要释放 你内心中的恶心 因为 不然他这个因缘 有缘啊 我们讲 这个是烦恼 这个是因 这个是缘 如果这个是果 那这个是果 如果这个月是果 那这个就是因 好 那么 你是由烦恼造业的 所以 第一个 你要避免受苦 这个是苦果 那苦果不一定是生死 短命多病啊 贫穷悲贱啊 家属斗乱啊 反正这些都是苦果 那苦怎么来 一定由月来 比如说你贫穷多病 那可能是由千滩 偷到来 比如说这个世间 山灾 那么 现在是瘟疫 那么 这些可能会造成你 贫穷重病 为什么有些人 就不会中 有些人中了 不会死 那么 就算没有这个瘟疫 也常常有人 发生意外死 反正就很多了 那么 这些基本上 都是什么 短命多病的现象 那这些短命多病的现象 那么 就造成种种很大的差别 造成种种很大的差别 那么这些都跟你的业有关系 这个业都跟你的烦恼有关系 所以你要减除这个苦 你要不减除这个业 但是怎么减除这个业呢 你要消除内心的烦恼 你不再造业 那么你如果烦恼 刺身的状态下 你很难不造业 所以 你要不能忍住你不造业 要不忍就是怎么样 你不起烦恼 但是你起烦恼的情况下 你不去造这二二月 它也没有那么快成熟 其实是这样 几个例来讲 比如说你短命多病 比如说你杀生 杀生 然后杀生 成熟的时候 会造成短命多病 那这个病是什么病不一定 反正就是会让你受苦 如果你还夹杂偷盗 那么这个病 就会让你花很多钱 那么就是 反正就是 会有短命多病的现象 好 那么你要透过佛法讲 你不是靠祈求上天 赦免你的罪 基督教他就这样 求上帝赦免我的罪 佛法不求佛菩萨赦免你的罪 佛菩萨也没有能力赦免你的罪 没有办法 但是他告诉你 你怎么样灭罪 佛法他是引导 那他在那个时代里面 其实大家的方式都是错误的 藉由祈祷 藉由持咒 藉由诵经 藉由沐浴在恒河里面 那么可以离苦得乐 佛法告诉他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必须 改变你的身心状态 那么你如果 你如果要灭罪 我们现在的灭罪是怎么样 就是 有法会的时候 然后我们写一个消灾 消灾的牌位 然后就可以灭罪 我告诉你 一样一痴 没有 这样不可能灭罪 但是他可以是一个表法 比如说我写一个牌位在这里 灭罪写我的名字 那 罪是怎么灭的 罪是怎么灭的 罪要怎么灭 罪 罪是一种苦 果报 遭罪 我们说这个人遭罪 就是 果报 他也许是贫穷 也许是多病 也许是短命 也许是家庭不合 也许是 经济 赚钱很辛苦 反正就是种种 他就是罪 也许是常常有怨政慰 也许是常常有爱别离 也许是常常有求不得 反正 反正都是这样 那要怎么灭呢 你要先知道罪因 它是什么样形成这个罪 比如说现在 现在有这个疫情 那你要知道 疫情 人死 死就是苦 那没有死的时候 也会让人生病很痛苦 那你要知道 是什么 这个病毒 是什么原因 是什么原因 让你生这个病 那如果以前的人 他就是什么 就是有瘟神嘛 那么要怎么样 就送瘟神啊 就举行法会 有没有 以前我们 我们 我们住台南 那边 我们也有那种 就是送瘟神的法会 东港也有 王爷记那个都有 那坐一条船 然后 就是 那个有那种 很多的镇头 啊 就是 然后 就推到海边 那个是一头 木头罩的 木头罩的 然后把瘟神放在上面 然后上面放很多贡品 米啊 麦啊 反正很多 然后 就拖到海里面 然后点火 然后他让它烧 就这样把瘟神送走 那么你就用这种方式 把瘟神送走 如果现在的这个 新冠疫情 你这样举行一百次也没有用 我告诉你 为什么 他就不是瘟神带来的 他就是病毒嘛 你就是要戴口罩 要隔离 要怎么样 你瘟神 但是以前的人不知道 以前认为是瘟神带来的嘛 想办法把瘟神送走嘛 所以那个方法 你那个阴不对 所以佛法讲 苦即灭道 有阴有缘四天即就是阴啊 那个苦阴是什么 你如果没有看清楚 那个热阴是什么 你的幸福 哦 是因为上天看我可怜 看我那么天诚 他赐给我的 天官赐福嘛 天上的 天上的这些天神 赐给我的嘛 不对 如果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送造神 有没有 造神 造神 为什么 造神上去如果讲我的好话 天神就会送我很多福报 所以我们送造神都要给他那个甜甜的给他吃 叫他讲好话 这是很重要的 可是我告诉你 你不管 那是因为我们过去的观念错误 所以都做这件事 如果佛陀身在 中国 他也会引导你 现在我们讲佛法是导师嘛 引导 他重点是引导 他不改变 他是让你自己找到改变的方法改变他 他没有办法帮你改变 他没有办法因为你送金人前程 那么就消除你的罪 增加你的福报 增加你的智慧 他不会因为你金刚经送一遍给你智慧一分 送一百遍给你十分 不会这样 不是这样来的 那但是我们现在佛教主基本上 有一点点迷信就是 说是觉者佛弟者 觉悟者的弟者 实际上都很明信 说是皈依佛中不皈依天门外道 实际上皈依的是佛 学的是天门外道 真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过去佛洛门就这样啊 佛陀把他导正过来了 但是经过几千年的演变 慢慢慢慢慢慢 又拉回去了 其实是这样的 好 那所以你说那怎么灭罪呢 很简单嘛 就是你内在做了怎么错 你要知道 你把它改过来 你先处你那个心 行为 这个夜是由行为 主要是行为 那行为是由心引导的嘛 所以比如说好 你杀身好了 那么你常常杀身 它就会造成你短命多病 那么如果因为夜有两种嘛 夜主要有两种嘛 就是隐夜跟满夜嘛 隐夜就是隐身六道的嘛 善恶两道 主要是善恶两道 善道跟恶道 恶道就受苦很多 善道就受苦比较少 那满夜就是 比如说一样做人 人是善道 但是人也有 男的 女的 身在好的家庭 不好的家庭 有好的眷属 有不好的眷属 长得好看不好看 讲话流利不流利 流利不流利 头脑好不好 都取决于你过去一身的厌 所以你想要 你想要未来得堂壮 或这一次比较没那么多苦 那么你就是要持不插身见 你想要赚钱容易 啊 不会这边左手赚倒 右边就没有了 啊 那么你想要 比较 比较富有一点 不宜溃乏一点 你就是要不思 要不能偷盗 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啊 那么这个就是满夜 圆满不圆满的问题嘛 那所以你从这边 佛法是引导你 比如说你要升天 你要升天 你绝对不是去拜那个天神 因为天神是已经升天的人 那么你认为 他是已经在天上的人 只要他怜悯我 他就可以给我福报 没有不可能 他也没办法 不要说天神不能给你福报 我告诉你 不算佛陀也不能给你福报 佛陀没有办法给你福报 那我们信佛做什么 佛陀可以正确 无误地教导你 怎么修福报 怎么拥有福报 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佛陀没有办法拔除你的苦 你说我念那个灭定月真言 佛陀救我 把我应该受苦的月灭掉了 没有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但是那我们信佛做什么 佛陀可以告诉你 正确的方法 怎么灭除你的罪 还是要你自己去做 就是你起那个灿违心 知道重点是 第一个 因为是由你内心的烦恼造成的 我不再起这个烦恼 或是我虽然起这个烦恼了 我没有办法不起 因为习惯性 所以 因为我没有那么好 所以 但是你克制 先克制 不让它变成一种深夜跟口夜 我对你很生气 我真讲一脚踹死你 但是 我控制住 我 我只是 内心怨恨而已 我没有实际行为把你踹死 那么 这样 月就不一样 月就不一样 还是有月 但是那个烦恼就不重 它不会隐身 这样的过欢 那先从这里开始 那慢慢慢慢去除掉内心的烦恼 因为它这个是直接因嘛 那你烦恼累积到没办法了 你在 你就会造成你的身口不贴你的死患 你就决定会去做 忍无可忍 所以你必须要 在先 控制你的深夜跟口夜 让它进一步 学习佛法 来消除你的欲业 撑恨 那么这样慢慢慢慢 即使再遇到同样的境界 你也不会起烦恼 起烦恼 起烦恼之后 不会造作恶悦 但这个就很重要 这个才是灭罪的方法 所以 忏是什么 忏就是认错 要知道错在哪里 悔就是改过 以后不再做 那我们的忏悔都是 我们现在忏悔是非常流行的 通常就叫做拜忏 那么 从最初的八十八佛 八十八佛大忏悔文 这个我在家很常拜 我告诉你 我在家 基本上有时候一天拜好几次 你说有没有感应 老实讲还是有感应 但是感应并不是说 这八十八佛 最后再加一张一尊 法界障身阿密的后 我变成八十九佛 好像加持你 不是这样子的 是因为你在拜佛的时候 你少做恶悦了 是不是这样 恶悦不会成熟 基本上是这样 那 就好像 你看那个水一直在滚 等一下水干了怎么办 你赶快去拜佛 在你拜佛的时候 你就没有天材了 天木材了 那他就没有烧那么快 那你以为说拜佛有效 那他滚的没那么快 其实不是 在你拜佛的时候 你是不起恶心的 那一般我们最高的就是八十八佛 那从五逆十二开始讲 杀父杀母杀罗汉破荷生出火生血 就开始讲 道生路 完全就 所有的缺都惨 好 你想得到的都惨 但是你有造这罪罪吗 没有 所以你心中有后悔吗 也没有 你心中有因为造这罪后悔吗 没有 那你不会再造吗 不一定 真的 那 忘以两则恶口 你就是念一罪 你总认为念一遍就把罪全部扫干净 我告诉你不是这样 这样念不了罪 拜大佛餐 拜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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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chmarks 不然你煮過頭了 那個營養都沒有了 你又很會煮 又很好吃 這個材料又很新鮮 又很營養 很健康 是不是代表你這一餐吃飽了之後 你就具有這些營養 是不是 沒有 還要看你怎麼消化呢 你消化能力不好 這邊吃進去 這邊拉出來 飽是很飽 美味是很美味 營養 拜託 營養 對不起 沒有 你就沒消化啊 你誦經也是這樣 拜託也是這樣 什麼叫做有消化 什麼叫做沒消化 就是你讀了經 你知道那個道理 你經過如理思維 如理思維就是咀嚼 消化 那麼他把那些營養素都抽出了 他知道輸聖在哪裡輸聖 方法是什麼方法 刺利是什麼 這個他知道 知道之後 他知道 我這個不行 這個不能做 那個不能做 這個做是因為這樣 這樣做是因為我要在這裡 斬掉那個煩惱 我要在這裡克制那個行為 你知道 我這個錯我要認錯 我是因為 我是因為無知 我是因為無力 而造罪的 那麼我現在應該要怎麼防範 你知道 那麼知道 送了這個經再給你智慧 送經絕對不是知識的累積 或是送幾步就有功德 就比較大 我們都是這樣嗎 如果生病 那就送藥師經 那藥師經送108步 念藥師之後 念108遍 那麼他就怎麼 他就有功德 他就可以滅罪 他就可以消除疾病 沒有 不是這樣子 就好像 你說好 香蕉 香蕉富含這個甲 那你缺甲 可能這個變解值不夠 我也是舉例而已 我也不太懂 那你就買很多香蕉來吃 吃是吃了啦 但是你沒有消化 就沒有吸收進去啊 金面是面了啦 那你沒有增長智慧啊 有什麼用 沒有啊 送經最大的是在增長智慧 因為送經只是文 送經只是文 送經只是文而已 因為以前 以前沒有這個金本 他都是要唸出來 你把它記起來 所以要送 常常送才不會忘記 林之初 信本上 信將進 徐鄉言 一樣吧 以前也是這樣 但是以前就有事了 印度人不中 印度人就是用背的 一切有違法 努夢光泡 盧魯魚殿 音座盧之關 還是這樣背 送經只是文 你只是第一個階段而已 就是你只是把它煮出來 吃進去 你沒有消化 還要撕 如理之偉 消化 那消化之後要好 那麼他才能夠分散到 這整個器官裡面 還要修 比如說這個經告訴我 比如說懺悔啊 把我到懺悔很好 那麼那些沒有做的 當然你不知道要懺悔 我都沒有做 我要懺悔什麼 我又沒有對不起你 我幹嘛 比如說我今天罵了信孔寡師好了 後來我覺得 這樣罵他很不好 我覺得這樣我不對 我要跟他懺悔 那你就從前面開始懺悔 對不起 你不用這樣啊 你就直接找他懺悔 因為第一個 你的取承認心 第一個 你不看直經 不看地節 你就這樣隨便罵了 你傷害了他 你就找他懺悔而已 但我們不是 我們就說懺悔是嗎 好好好 懺悔懺悔啊 對不起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就從所有的罪全部念一次 實際上 你就是念到信孔寡師那邊 你也沒有懺悔心啊 為什麼 那你就沒有認錯的心啊 所以我們一定要針對 針對 就是 這叫對症下藥嘛 對症下藥 就是你要知道 你的 你如果要得福報 福報是怎麼來的 那你現在應該怎麼做才可以得福報 拼命都是告訴你這些道理 所以你知道了之後 你沒有奴隸思維 沒有奴隸思維 你就沒有辦法得到那個智慧 為什麼 比如說你看到 現在這些瘟疫這麼嚴重 好 那你就說 那是瘟神來的 你就要去送瘟神啊 你就不能去送瘟神啊 你的思考不對 那你知道 原來這個是病毒造成的 就要戴口罩 就要防護 就要洗手 就要消毒 反正就是這樣 那麼這樣你就能夠有防防病毒 有正確的思維 知道了之後 這個只是知道而已 知道了之後要這樣去做 你知道要戴口罩 實際上你不戴口罩 那也沒用啊 對不對 那所以 你再進一步去做修 那麼你就能夠得到功德 就是正 就是正 那麼基本上佛法是這一套的 但是當時的印度人不是 當時的印度人就著重在某一些儀式 比如說佛羅門也是喔 佛羅門基本上它有三活嘛 你看喔 我們請個例子喔 這個很重要啦 這個就是佛法基本上是去引導 它不是迷信的 現在很多佛教徒基本上是很迷信的 比如說佛羅門 它有所謂的三活 三活就是你居家 那基本上有三個地方 要保持那個火不可以消滅 你要照顧那個火不可以消滅 很多人在意這個喔 那比如說以前我去幫人家 有一個人做一個佛堂嘛 然後他就很在意 要點燈 那個燈喔 還要 還要保持幾千都不能消失 不然他這一家就變成怎麼樣 不吉祥 就會變成這樣喔 那其實不是 那基本上 基本上是 你這個三活 居家火 福田火跟本火 居家火 福田火跟本火 居家火就是它有三把火嘛 那你這個居家火不能滅 好像聖火一樣啦 你不能讓它消失的 所以你要常常看著那個 那個油有沒有夠 讓它那個火滅了 那你這個居家就不幸福了 那福田火就是 你那個福田火你沒有照顧好 那你就沒有福爸了 那你家就不平安啦 那根本火你就沒智慧 佛羅說不是這樣的 你應該要照顧的就是 你常常讓自己保持覺悟 那個就是什麼 根本火 就是你要了解道理 要有智慧 那你要照顧那些貧窮的人 你的福報並不是這個火 不滅才形成你的福報一直延續的 不是的 你的福報能夠一直延續 是因為你一直起善心做善事 你的福報才一直延續的 不是因為你讓這個火不滅 你的福報就不滅 你的居家能夠平安 並不是那個火一直照亮的 而是你照顧 然後家裡面的所有人 對太太 對先生 這個家庭裡面的每一份子 你都照顧他們 這個才能居家平安啊 不是那個火 不是那個火 一直燃著你就居家平安 佛陀告訴他這個道理 所以佛陀叫導師嘛 三界的導師 人天導師嘛 那為什麼只有人天不是六道 因為三二道 或是阿修仁 那個很難引導 那個煩惱太重 障礙太重 你沒辦法 只有人天可以 所以他是人天導師 那麼當然也可以講 三界導師 那主要是人天 那麼他引導 重點是引導 佛陀沒有辦法改變你的業力結構 但是他會正確的告訴你 怎麼改變你的業力結構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好 那我們往底下看 所以他說 應激社教 那古代的生文法 主要適應於苦行 厭世的紮門更新 佛陀法主要適應於樂行 四省的婆羅門更新 那麼 這個其實導師在解決一個問題 他這麼講 他之所以在這個佛法概念裡面這麼講 他在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阿罕是根本佛教 那麼為什麼 現在還要講大聖 那大聖很明顯 是後來的嘛 是後來才有的嘛 那麼為什麼 就回到佛陀原來說的 寫偷道就好啦 他在解決這個問題 那這個 我們看喔 很多人 就像現在很多難傳的也是這樣強調 佛教是根本佛教 其實現在難傳的也不是根本佛教 我們就說這個佛法如果從歷史上來看 歷史的事實來看 根本佛教 根本佛教根本不存在 就是現在沒有根本佛教 現在有的都是不派佛教 我們一定要知道這個道理 然後導師這裡是在解決一個問題 因為導師雖然是阿罕 這個很難得喔 一兩千年來 中國佛教基本上兩千年來 從漢朝進來 漢朝西元一年 西元前就有了 西元前大概五六十年基本上就有佛法 但是這十二張軍是在西元六十五年 一百多年那邊 但是之前其實就有了 我們就從西元一年開始算 到現在 大概 中國已經將近兩千年 二零一年 現在是二零一 二零二一了嘛 二零二 二零二二年 基本上已經兩千年了 那兩千年來 大概一千多年 從運聖導師開始重視阿罕 之前沒有人重視阿罕 之前認為他都是小聖 沒有人重視的 從運聖導師 其實玄奏大師也是重為次的 他也不重阿罕 那麼 當然為次有一部分是在解釋阿罕的 那麼自從運聖導師開始 告訴大家 其實阿罕是根本 那麼我們先了解一下 就是 佛法基本上 依佛教史來講 就是根本佛教 然後原始佛教 這個有跟大家講過的 然後再來就是佈派佛教 但是我們現在的阿罕 都是佈派佛教的 然後我們的大聖經典 是大聖佛教 那大聖還有分初期跟後期 初期跟後期不一樣 然後後來就是秘密大聖 那我們現在基本上是中和的 中和其實我們現在的中國 比較偏重這樣 秘密大聖跟大聖的結合 所以我們的早晚課 你可以看到其實是秘密大聖跟大聖的結合 那這個是佛陀在世的時候 佛陀在世佛說的法 只有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而已 四十五年而已 他大概西元前五百年 那他就是四十五年而已 因為佛陀是三十五歲前佛 從成佛開始講的 初轉法人開始 到他入涅槃 這中間就四十五年而已 跟本佛教只有四十五年 那到底講了些什麼 那麼我們沒有辦法很確切的知道 但是從佛陀佛教這邊大概可以知道 他沒有辦法很確定 但是大概大概隱約知道 那佛滅後 佛滅後 這個是佛在世的 根本佛教就是佛四十五年講的佛法 那佛當時講的就是什麼 也沒有錄音啊 那你知道 那麼 這個是佛滅後 從佛滅後開始 那佛一般是講在四百多年前 那大概確實現在怎麼說 現在也很難去講 有很多種說法 大概就是西安前五百年 然後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佛滅後大概 應該是一百五十到兩百 這中間 就是佛滅後 佛滅後一年 佛滅後一年到應該到兩百年 這中間 那有的寫的比較少一點就是一百三十年 有的一百五十年 有的兩百年 就沒有 就這個時候還沒有分佛派的時候 還沒有分 這個時候佛派就很明顯了 這個佛派之後開始很明顯 就佛滅後 我們說一百三十年到兩百年 那麼兩百年是確定 佛派已經是開始有了 那每一個說的不一樣 那每一個宋史的經典也不太一樣 我基本上都寫兩百年 都寫兩百年 比較保險 那就是 有步有有步 宋史的經典 有一樣的有不一樣的 那彼此不承認 你這一步我們這步沒有宋 所以你這個不是佛說 他說那你宋的某這一經 我們這邊也沒有 你那個也不是佛說 反正到底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跟本佛教佛說的 這個 這個是有爭論 到這裡已經開始有爭論了 那麼這裡的 這裡宋史的是從這裡來的 那麼這裡已經開始在改變了 這裡已經開始在改變了 奏詞的經典力已經不一樣了 那麼這裡是不會改變的 但是也有 但是有的就佛跟他講 你這個不是佛法 就跟他改變了 就跟他糾正 但這裡沒有佛不在啊 當時有問題問佛就知道了 這個是不是佛說的 問佛就知道了 現在沒辦法去問佛了嗎 所以你說你的是我的不是 我說我的是你的不是 反正後來就很沒辦法了 然後我們現在的阿含經 都是佛派佛教的 都是佛派佛教 就像南傳他認為他是上座部的 也是佛派的 何況他只是同捷部的 這很後面的 那麼佛派就一直分 一直分一直分 那所以綠法跟綠都不一樣 金跟戒都不一樣 那麼到了大乘佛法 大乘佛法 大乘佛法開始 又做改革 他就是做改革 然後到秘密大乘 那我們現在中國佛教 明清理後中國佛教 基本上是這兩個的融合 這兩個的融合 那麼這個後期 後期的大乘跟初期的 其實是不派佛教 不派佛教跟原始佛教 或是根本佛教 他要做 做就是回歸到 我們說過 他要回歸到佛陀的本懷 大乘佛法自動為 不派所說的跟所做的 已經不是根本佛教了 已經不是根本佛教了 所以初期大乘 他要回歸到根本佛教 就是我們講 回歸到佛陀的本懷 其實是這樣子 那麼我們現在的佛法 法華基本上都已經加入秘密大乘 已經加入秘密大乘 比如說心經 後面加那個咒语 那個是加入秘密大乘的東西 以前沒有的 波羅經是沒有的 法華經那個咒语 也是秘密大乘再加進去的 原來的法華經也沒這個東西 藥師經那個咒语 也是秘密大乘的咒语再加進去的 原來的藥師經也沒有這種東西 反正就是 他已經是節約 包括我們的早晚課 殘本熱誦 石腳咒 能源咒 這些都是受了秘密大乘的影響 所以我們現在的中國佛教 基本上是大乘跟秘密大乘的一個主要的 其實是受這些影響的 那麼現在運順導師是要 從這個初期大乘的 那麼結合這些不派佛教的就是論的裡面的 然後 那麼安含經裡面的以這個為主 所以他講 但是他是講根本佛教的 立足於根本佛教的淳樸 其實就是不派佛教 立足於根本佛教的淳樸 那麼從不派佛教裡面 大概可以一虧根本佛教的大概 但是沒有辦法確定哪些真的是佛說 但是就是有一些基本上可以確定 大家都有的 或是這些比很明顯的 那麼基本上是可以確定的 但是有一些就還不一定能夠確定 那主要是這個樣子 那現在有一個問題 那音生導師為什麼要講 這個是射受當時的沙門佛論 他認為根本佛教 你要從這裡講 佛陀說法基本上是解脫道的 沒有錯 但是也不完全是解脫道 其實他裡面也有講到菩薩道的東西 確實也有 但不多就是 多數都是以解脫道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當然 這個就回到一開始所謂應激社教 因為當時最重要的 當時最重要的兩類人 他社授的就是這兩類的人 宗教的 一個是沙門 一個是婆羅門 所以你看阿安經裡面 通常都是沙門婆羅門 沙門婆羅門 沙門婆羅門都有解脫 沙門有些也沒有想解脫 但這個主要是生天 主要是生天 主要是生天 這個主要是苦行得解脫 這個主要是要得解脫 解脫三界 那沙門是反婆羅門的 沙門是反婆羅門的 好 那麼 如果他要解脫 他要告訴正確的解脫之道 如果他要生天 他要告訴他正確的生天之道 那婆羅門也有一類要求解脫的 婆羅門有一類也有一類要求解脫的 但是他解脫也是放過何一德解脫 也是放過何一德解脫 就比較更高的境界了 好 那麼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麼我們說殷聖導師 殷聖導師其實他要回歸到 就是 講這個大聖 因為殷聖導師 殷聖導師現在是以初期大聖為主 中觀的是初期大聖 以初期大聖為主 那麼要講 如果你說這個就是根本佛教 比如說我們講阿涵經 阿涵經是在這裡 這個都有阿涵 這個也佛時代的 阿涵的意思是閃轉相傳的意思 從這裡傳到來 那麼從佛時代傳過來 就這樣傳到這裡 這本來叫做阿涵 其實是這樣 那但是 到底這裡面教了些什麼 不知道 但是大概 大概是這一些 那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 照理講 那麼應該 以佛陀的解脫道為主阿 那殷聖導師是講菩薩道的阿 殷聖導師是講菩薩道的阿 這中觀初期大聖是講菩薩道的阿 那你說 因為現在是講佛法概論嘛 佛法 佛法是根本佛教 一般用佛法 所以這個叫做佛法 這個叫佛法 這個叫 不派佛教 這個叫出奇大聖佛法 大聖佛法 這個叫秘密大聖佛法 基本上是這樣 那麼如果是佛法 那麼應該是佛說的法為主阿 但因為佛到底說了些什麼 那麼這個是要研究的 那 有沒有菩薩道呢 有 但是多數都是講解脫道 多數都是講解脫道 那麼有少數講身天道 那麼為什麼呢 好 那我們就要來看結集這件事 結集佛法的是誰 結集佛法的是誰 大家社嘛 跟阿難嘛 還有一個幽波林嘛 這三個人最主要的 大家社 大家社領導 他是主導的 大家社是主導的 那麼兩個主要人物 一個是幽波林 此律第一的 又玻璃 結集佛 那麼一個是阿難 結集佛法 這兩個是主要的 然後這兩個主要的 然後其他的就是五百阿羅漢 五百是多數啦 如果我們真的要算五百的話 以五百整數來看的話 那減到大家社 減到幽波林 減到阿難 那個就是四百九十七 如果是這樣 四百九十七個阿羅漢 九八九九 五百 就五百阿羅漢 這加起來是五百阿羅漢 由大家社主導 大家社是頭頭型的 仲介的 頭頭型仲介的 那麼 所以 這個是很難免的啦 比如說 如果要編大藏經 好 那麼 佛光方的一定會把 心仁大師講的話 編進去去 實際大藏經一定會把 正言法師的話 講進去 一定是這樣子的 那 他種哪一些 他就會把那一些編進去 你像利也是這樣 那麼 種塔的就把 有關塔的戒律都編進去 就算佛陀時代沒有 沒有講這些 他也一樣 種威魚的 像古分立 就把威魚 這些 本來是 本來是七十條 它增加到一百二十條 我是舉例 確實是這樣 就把它編進去 那麼 所以這些 他就變成 會形成不一樣 那佛陀時代如果是 今天如果是捨立 一某木劍人來戒擊 我相信會不一樣 會不一樣 他種的很不一樣 如果是富羅那 加詹演 一個說法第一的 就是 我們講比較有那種 菩薩性格的人來戒擊 又不一樣 又不一樣 那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是 是那一些在家居士來戒擊 比如說 虛達多長者 實際上 舍利佛的 迦蘭陀長者 這些都是長者 如果他來戒擊 那當然他聽到的都是 佛教 佛教弟子 怎麼升天 怎麼升天 因為他第二次都是在家人 那麼如果是 五百長者 如果是五百長者 今天是五百阿羅漢 今天是五百阿羅漢 那這些都是 當時要求解脫的 當然這些 有少數的 也是菩薩性格的 那如果是五百長者 由虛達多長者領導 帶領五百長者 結局經典 我相信結局出來的 多數會偏像什麼 布施持戒 升天之法 是不是 那你會說 那佛陀教的是 失戒升天之法 不是 佛陀你要解脫的 他不是告訴你解脫 我們說引導 最重要的是引導 你要升天 他告訴你 什麼是正確的升天之法 那在家人來講 先跟你講 失戒升天之法 在看你有真相的意願 在告訴你解脫法 那麼你解脫了之後 你的性格是比較為他的 他不是告訴你 你怎麼樣去利他 他一定是這樣的 那有利他心的 確實是比較少 所以這部分 在阿安心裡面 本來就少 本來就不多 如果 如果 把這一些 比較有菩薩性格的人 來解體 所以有傳說 大師裡面就傳說 當然這就是傳說 不太可能 就是阿難 解脫菩薩性 那阿難其實是比較 阿難其實是比較 利他主義比較強的人 如果是阿難來主導 那找那一些婦羅那 那一些佳流同意 這種都是菩薩性格的人 那麼這一些來解脫 那肯定 就是 這一部分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 導師 導師在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說 那麼菩薩道 解脫道沒有錯 你解脫 你現在的阿含經 多數是講解脫 怎麼解脫的 或是有部分 弟子所說 或是 或是如來所說送 那前面就是孕促戒 都是講解脫無我的 五孕相孕 六促相孕 元啟四帝相孕 這些全部是講 怎麼得解脫的 那另外有所謂的弟子相 弟子所說的 那麼 對天龍報部說的 這一些 這些有些是講 怎麼升天的 那 那 初期大盛 之所以 之所以起來是認為 佛法 這一些 也只是應激的 當時的人 應這個 他們婆羅們的根性做的 實際上 佛自己怎麼做 佛自己怎麼做 佛就是他的菩薩道主義者 所以 回歸到佛陀的本法 佛是菩薩道的 所以現在講 菩薩道 其實是應激的 好 我們先下課